可口可乐卖的只是一个寒糖饮料 但是他们是怎么做到成为一个全球企业 并且拥有资产1880亿美金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揭晓 你好我是Chris 那么在平常的时候我们都教别人 如何用我们独创的巨星行销法 来让这个世界上没有难做的创业 那么当我在教我们的学生创业的时候 他们都会有这个问题 可口可乐只是一个寒糖饮料 他们到底能够给这个市场 这个世界提供什么样的价值 以至于让他们现在可以拥有一个 全球的一个企业呢 那么在这里我想要跟你说 在这个背后呢 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行销秘密的 如果你也想创业的话 那你就必须一定要把它学起来 并且把它应用在自己的身上 假以时我相信你的企业 你的生意 也一定可以像可口可乐一样 那么可口可乐是怎么做到 卖一个寒糖饮料 卖成一个全球企业的呢 其实很简单 这个全世界呢 其实就只有三大市场 这三大市场是什么呢 第一个财富 第二个健康 第三个人际关系 只要你去回想一下 你就会知道 所有的大公司 所有的大企业 都逃不出这三大市场 那我们现在就以可口可乐为一个例子 可口可乐到底是怎么把他们的产品 连结到这三大市场里面的呢 首先第一个财富 可口可乐跟财富有任何的关联吗 看起来好像没有 因为你看到可口可乐 不会想到说有财富这个事情 对不对 那可口可乐跟健康呢 也不会 因为可口可乐是一个寒糖饮料 它跟健康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么人际关系呢 在这里我要你回想一下 你在看到所有的可口可乐广告的时候 都会看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你肯定都会看到一群朋友 一群人 他们可能在一起开派对 他们可能在一起看这个足球比赛 他们总是会让你看到一群人聚在一起 不管是玩 不管是娱乐 或者是在这个海边 他们总是会让你看到一群人一起玩乐 然后一边喝可口可乐 这就是可口可乐 怎么把他的产品跟人际关系做一个连结 所以可口可乐卖你的真的是那个寒糖饮料吗 其实并不是 他卖你的是人际关系 其实不只是可口可乐 很多的大公司 很多的大企业 都在用这样子的方式 这样子的策略 来把他们的产品定位于这三大市场里面 比如说马赛地 他就是定位在财富里面 怎么定位的呢 你常常都会在广告里面看到他们的车里面都坐着一个成功人士 里面都会坐着一个大老板 里面都会坐着一个西装笔挺的男士 这个就是成功的象征 一个财富的象征 还有另外一个男士剃胡刀的一个代表 就是GLED 吉列公司 那他们是怎么卖他们的剃胡刀呢 你回想一下 在他们广告里面 他们都在暗示你什么样的东西呢 他们都会给你看一个男士 然后呢 胡子都剃得很干净 在他旁边身边的有什么样的人 都是一些大美女 他们想要暗示的就是 你用了他们的剃胡刀之后 你就可以吸引很多很多漂亮的女士来到你的身边 所以他们卖的是什么呢 他们卖你的就是人际关系 所以今天当我拆解了可口可乐 马赛地吉列公司 他们的这个行销方式了之后呢 你想要怎么把它运用在你的生意上面 你想要怎么把它运用在你的事业上面 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交流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欢迎你订阅按赞还有分享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 那我们在下个影片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